Hello 大家好 莎姐 讀一個新聞給你們知道 其實有些人覺得未必關他事 不過都說一說 因為我始終會計算 但我又發覺民建聯這一部分 其實有沒有私人利益呢 我只是讓大家想一想 民建聯將財匯局加強支援會計業界 引領行業發展 民建聯議員李慧琼和周鴻鼎指 財務匯部局應加強支援會計業界 並引領行業發展 了解會計業界的實質情況 不好意思 李慧琼和周鴻鼎早前去信 豁住的2021年財務匯部局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的主席張國軍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獨立和可靠的會計工作對本港十分重要 兩人表示支持事次條例草案的改革內容 並認同監管制度的需要與時並進 以及就相關改革的工作提出建議 兩人指條例草案列明財匯局會在規管制度下 引入新徵費 他打錯了應該 他打錯了人字 其實應該引入新徵費 認為政府應該承諾在未來的五至十年 不會增加註冊費 以減輕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所負擔 所需要負擔更多的額外成本 並應確保財匯局未來財政穩健 透過足夠的注資處理問題 兩人有指財匯局應加強向會計業界提供支援 並且舉辦免費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 供合資格的會計師報道 並指政府將來成立的法定諮詢委員會成員 需要包括具有經驗的會計界業內人士 和會計界持份者 兩人認為財匯局在加強規管外 亦有責任帶領會計界發展 並指局方有必須確保最高五十萬元的罰款額 在短期內不會上升 為何莎姐會發展呢 當然大家知道搜尋一下 就能發展這件事就看 因為始終會計界 民建聯、李慧琼和周浩鼎 這麼支持會計界嗎 大家如果看清楚一點 李慧琼本身就是個會計界的 李慧琼本身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一個CPA 所以大家知道 有沒有利益呢 大家想一想吧 李慧琼本身是個會計師 就是這樣 另外我覺得他講的事 其實有時候 講的事很多時候 有少少利益衝能 我自己覺得 他說確保罰款是五十萬 短期內不會升 是最高罰款五十萬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偏少的 那你問題是 你為何要被罰款五十萬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你沒有做錯事 你根本不需要擔心罰款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五十萬罰款是短期內 叫他不可以加呢 我不明白 你沒有犯法 你加加 好像這樣說 可能我們沒有一些所謂的 加加刑期的 那無論他是非法集結 他加一個年期也好 可能非法集結 舉個例 不是事實來的 可能非法集結 最多可能配七年的 我都不會 跟著現在說 改一個法例 非法集結 要最多可以判十年十五年 關我什麼事 我都不會非法集結的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說 罰款最高五十萬 是短期內不可以增加 騙爆頭 你不犯那些條例 就沒問題 而且我覺得 你會觸犯到那些條例的狀況 那些條例 是甚麼 轉過不會是你遲交 稅務條例的報告 那些要不要罰你五十萬 那些要不要罰你五十萬 根據不根據 那些條例 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事 是舊了事 如果你純粹的持交 是不會罰到這個價錢的 那你一定是舊了很嚴重 才能罰到五十萬 最高都是五十萬 你一定是舊了很嚴重 那你很應該把罰款提高 問良心 你覺得 黎智英的會計師 是很清白嗎 他絕對不清白 所以他現在馬上斬攬 說我不做他的會計師 不做他的核數師 為甚麼 現在斬攬 因為黎智英在監獄 但你以為 這樣斬攬有用嗎 有用嗎 沒有用的 因為有人會追究的 你認為他的會計報告 是沒有問題嗎 黎智英那個一定有問題 你不要說我 所以我覺得 你罰五十萬最高 是不是少 你罰夠一百萬 二百萬 三百萬都不不為過 你只要沒有法善就行了 是不是 這些為甚麼會是這樣的 還要財務會部局 要幫中小企去發展 不是中小企 是幫會計業界 還要幫會計業界發展 這個 不是自己發展的 其實這個會計界 其實我們香港會計界 是成熟的 是成熟的 差不多每個 比較中型公司 商務的中型公司 自己都有一個會計 而你只要是有限公司 基本上他都要請一個會計 爭取一個會計 是你自己的入 在那間公司裡 還是他交給外面的會計師樓 去做數 所以基本上是香港會計界是成熟的 因為已經是這麼多年 最多是有些無限公司 自己做那筆數出來交給稅局 但是有些無限公司 有些老闆 他理論上不用核數 但是他都會找人請一個會計 幫他一年做一次數 交給水局 我想問 你會計界還有什麼發展 你還想撈什麼游泳 不好意思 我不應該這樣說 我不應該這樣侮辱民建聯主席 你還想撈什麼 你難道要任何一間公司 你難道要任何一間公司 小型企也好 你都要去屈一個會計 其實莎姐不建議這樣做 你想想 他有能力自己就已經請一個會計 我看到有些中央小企 他請一個會計 其實他不需要請一個會計 因為他真的小事做得很離譜 但有些老闆已經是為了安心 所以請一個會計 就可以隨時隨地問到自己公司的情況是怎樣 那你說怎樣再增加會計業的發展 我真的不知道 你覺得可以怎樣 屈局、屈組閣要我們的會計人才 我們兩地的稅制不同 那你可以怎樣 是不是屈每一間公司都要請一個專業會計 如果不是就不發牌給他 很騙得爆頭 而且李慧琼的CPA是會計師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恰當呢 令我覺得 你 你是不是想找一堆行業的票呢 你是不是想找一堆會計 做會計人士的票呢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想做那個什麼 去做多些課程給會計師 是OK的 但問題現在已經 你要弄清楚 他現在想造就的 是高檔的會計師 就不是普通那些入宿的那些暴妓妹 因為其實 傻姐跟大家說句真心話 其實會計是斷層 入宿妹那些 不是說入宿妹 我不是說歧視入宿那些 只是說方便大家分清楚 因為很多網友都不是這一行 所以他不知道我們有分價 以為會計就是 所有入宿那些都是叫回計 不是的 但是會計那些 就是會埋數 整盤數會起的那些 才是可以幫你做那些公司的 收益 你才可以真正叫做回計 而下面只是入宿做一部分 即是可能不停正是入售市 不停正是入售市 不停正是入那些 發貨單那些 我們這些叫暴妓 也都叫入宿妹 我不是歧視入宿那些 我只是方便大家去分開這兩樣東西 所以其實李慧廷正在做就的 是上面那層會計 不是下面那層 即是下面那層勞工入宿那些 他是沒有做就的 即是都是為他自己那一批會計師 去爭取福利 那你就想一下 其實 現在斷層的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上面那層會計的斷層 其實如果你再增加這些 會計的就業機會 其實無疑是比 說真心話 無疑是比上面那層的人 有著數的 因為上面那層的人斷層 我們每年都有些會計界人士出來的 會計界畢業的那些學生 那你就看看這幾年 大部分的大學畢業生 都不會被人請的了這幾年 而我們會計界是再早 再早5年至10年之前 已經開始沒有人肯入學 所謂沒有人肯入學 不是沒有會計畢業生 不是的 是有畢業生 但很多都在會計師樓 做了三年 熬了三年女生 考到的會計師牌 就去做其他工作 例如賣保險 賣那些所謂基金 或者其他東西 因為他們在這三年內 熬女生 他們熬得很辛苦 熬得很辛苦 後來就發覺 看數的時候就會看到 因為核數 他們主要是熬女生 主要是核數 核數的時候就會看到 蛤? 因為我們會拆一個叫人工的 就會看到 蛤? 原來會計的人工這麼低 做了這麼多年也是這麼低 叫一個經理也是這麼低 人工 加上 出來工作的時候就會發覺 咦? 原來 跟前輩一談 發覺原來會計 可能在會計界浸十年 都是差不多人工的 沒有說很大幅落的 當然 你先不要說 李嘉誠下面那些會計師 不要說 以一般中層會計來說 他就會看到 做的時間長 人工不是那麼多 又不能博升 又不能博摘 又不能說 難聽這些說句 因為以前莎莎 有自由行的時候 有一次訪問 訪問的售師 說以前 做得辛苦 有自由行的時候 做得辛苦 但是越進去四萬多 但是你會計要找四萬多 是很難的 即是你會計要一個 你要去到 越新四萬多 一個會計是很難的 即是某程度上是很難的 何況現在會計界的畢業生太多了 根本就融不下 你想一下 一間公司 怎麼可能融得到這麼多個高層 它都是要你下面做 做入數的一些多 所以其實會計斷了一層很久 入行的人越來越少 入行的人越來越少 即是入了行 買了三年女生 而又越來越留在這一行的人 是越來越少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希望急功近利 每個人都希望快賺快錢 剛剛我看到有些大大隻的那些 又是說 那個大學畢業生偷步 就去投資了 所以現在都已經有 不知道一百萬握手了 如果很多這些報道的時候 有誰再入行願意這麼辛苦去捱 你問一下有多少 學生 或者多少現在的身心袋 是願意幫你捱十二個小時一天 也不要說十二個小時一天 是捱十個小時一天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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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計算 朝九晚九是很普通的 如果你在核數師那裡做 黃季的時候 朝九晚 不是 朝一二是很正常 即是說你早上回到九點 過了凌晨兩點下班都很正常 黃季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不做 但是你下面那些報警 其實 是很多人沒有 現在這樣的指導 是很多人沒有工作 也都或者很多人 兩個人做四個人的工作 所以李慧琼這個說法 其實他是做就他上面那一批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有 我又不會覺得他有利益輸送的 但是會不會都是為著自己的行頭 或者為著自己去爭取一些東西 如果他他那天想 我不知道 可能想選某某會的施工會的主席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是那個會的 我不知道 又或者想在那裡 如果他自己的同行那邊 更加有明星 他現在可能會說這些 以上可能是 其實是精神病發 心情不美 睡不夠的說話 大家可以聽了就算 而我覺得 上次 穆sir那件事 大家也都看到 李小姐 李慧琼小姐 唉 跟他同性 真是刻意 李慧琼是甚麼人 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次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